游戏是妈妈买的 人是警察抓的 带入管很强 我已经在监狱了 游戏边被老婆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小偷模拟器 一款玩久了 真的能把你送进监狱的游戏 在游戏中 外来将扮演一名专业的小偷 潜入镇上的居民家中盗取财产 为了做到悄无声息 你不仅要像真的小偷一样 学会高端的开索技术 还要通过彩点观察 避开周围路人的视野 来制定完美的偷窃计划 而且在盗窃的时候 还要尽可能的屏住呼吸 因为一旦被发现 一切都将百费 一局游戏下来 就跟自己真的当了回小偷一样 对于女性玩家来说 这游戏中邻居的藏钱方式 才能帮助他们迅速有效的 找到老公现实中 藏在家里的私放钱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而对男孩子来说 到了邻地区后能干什么 想干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Oh my God 难怪有人说这游戏玩久了 可能就真进监狱了 如果说每款游戏 都有一个无法拯救的黑洞 那他一定叫做一条小团团 在一次直播时 小团团在游戏 网吧模拟器中 当起了王冠 为了招来更多的网瘾少年 他精心营业了豪叫 才终于给自己的小网吧 撞上了一台高配电脑 然而本就不赋予了他 却在一次回家时 被小偷给盯上了 干什么呀你 无奈之下 小团团只能边吐槽 并把电脑重新装回去 可突然意外发生了 网吧里的墙 不知出了什么缝 竟然把丢了 你一个显示器给偷走了 这可把小团团 人都给弃杀了呀 我的 我的显示屏呢 好烦躁 可既然如此 网吧还是得继续经营下去 然而紧接着一件事的发生 却成了压倒小团团的 最后一棵稻草 我现在忘了 我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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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椅子也不见了